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布施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 这个布施应该怎么做呢 实际上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有两段 先看过施香 再看这个功德像 这个以下有五种过失像要断 先把他念一遍 由能损害他人方便而行会失 自懒惰住教他行失 于来求者喝则吃笑 旁言轻弱 粗言恐吓而后给予 唯阅佛至学处而失 不能如有资财而失 常识积极然后顿失 是未应断 这以下有五种过失是要断除的 在实际的行动要断除 第一个你由于损害他人的方便而行不失 你把别人的钱财偷过来 去损害他人的利益 再来不失三宝 这个不可以 这种不失不能构成菩萨道的波罗密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自懒惰住而教他行失 你自己不不失教他人去不失 你自己没有去参与 这个不能构成波罗密 第二个 第三个 于来求者喝则吃笑 旁言轻弱 粗言恐吓而后给予 人家来向你求这个钱财 你喝则然后就是吃笑 你就是轻慢地去积贤说 窝想不到你也有这一天窝 你就讥笑他 行言轻弱 或者用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调动对方 来轻慢对方 或者以粗恶的言辞 来恐吓对方 然后才给他 虽然你还是有给他 但是这样的给予 不能构成波罗密 第四个 为悦佛制而行不失 就是你这个不失的钱财 是透过杀盗淫妄的行为获取的 这个是不可以构成不失波罗密的 第五个 你不能够在如有资财的当下 就是你不能把握当下的因缘 你就是把这个钱财 说我三十年后再不失 二十年后再不失 经过长时间的积极再不失 这个无形中已经产生一种很坚固的 潜滩之心 这种不失也不能构成波罗密 以上的五种是不能构成波罗密的 一个菩萨应该要断除五种过失 我们再看正修 应该用什么态度不失才能够构成波罗密 我们把它念一遍 为书言平视 含笑先言 随对和田 皆应恭敬 心手应识 于他无损 奈难行苦 而行会失 不失当中有三种态度 第一种 书言平视 含笑先言 我们在不失的时候 最好讲一些柔软的言词来安抚对方 因为接受者本来就有自卑感了 所以你不失者要先低下头来 讲一些柔软的言词来安抚他 而且要用平等心来安慰他 不要有对立的心 含笑先言 我们可以主动地来跟他做一些言词上的沟通 消除他内心的挂碍 第二种 随对和田 皆应恭敬 不管面对的是敬田 恩田 还是悲田 我们要把它当作是自己行菩萨道的一个很重要的资量 我们必须要仰仗众生的相壮 才成就我的不失菠萝蜜 我们要心生感恩 恭敬 第三种 亲手应识 与他无损 最好是亲自去做 你不能说 喂 我把钱交给你 你帮我不失 不可以 因为你亲自去做 你眼睛看到 耳朵听到 你就很容易激发你的菩提心 所以最好是亲自去做 与他无损 不要在伤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之下去做 耐难行苦 你要有坚定的意志力 遇到困难也绝不放弃行贿师 这三种情况的不失就能够构成菠萝蜜了